第81章 火资 爆炼 让羽昂结束吧 若是连脸都冻住 呼吸也会停止 有生命危险的 朱校长宛如已经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了 开口对邓凯说道 放心放心 火系学生没那么容易在冰雪下死亡 慕卓云已经高兴地摸着他的胡须了 看看周围这些宾客 一个个目瞪口呆的样子 你们这些家伙怎么都不会想到 羽昂会在刚满18岁的时候就掌握了三级兵慢吧 一般而言 在天兰魔法高中的学生 若是在毕业前能够掌握他们二级技能 那已经算是比较拔剑的学生了 这种学生 倘若历练分也高的话 多半能够进入到好的魔法大学 至于三级的技能 那更不知要多少年后才能够学会 他的杨子羽昂 却是在18岁便掌握了 完爆天兰魔法高中的1500名学生 更是完爆其他势力的子弟 莫凡这小东西 真是不自量力 待会磕破了脑袋 我慕卓云也不会轻易放过你 让你 小子骂 让你骂 当年不是骂得很爽吗 还治不了你这小兔崽子了 还是牧师出人才啊 敬佩敬佩 卓云老哥 你这招有点出其不意啊 三级的兵慢 藏得够深的 还好我没让我犬子跟你们羽昂切磋 否则下场跟着可怜的学生一样 一名老妇人笑呵呵地说道 唉 三级兵慢一出 基本上统治博城年轻一代了 果然英雄出少年 三级的兵慢震慑力确实很强 让这场战斗基本上没有任何悬殊的余地了 众位宾客基本上开始恭贺 奉承慕卓云了 慕卓云倒是很享受 大张旗鼓的搞成年礼 不就是想让博城的人们 看看自己牧师年轻一辈的强大吗 邓凯 差不多了 朱校长终究还是比较关心莫凡 邓凯 怎么还不叫停 莫凡没有一点抵抗的模具 再耽误一会血液停止攻血 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 决斗场中 邓凯其实也想阻止这场悬殊巨大的战斗 但是那茫茫冰雪之中 误然闪耀起的一团炙热火焰 让邓凯一下子打消了这个念头 老朱 这个莫凡 恐怕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邓凯目光紧紧地盯着莫凡道 朱校长心中满是疑惑 刚要说话之时 茫茫的冰雪之中 一抹明艳无比的火焰 引起了朱校长的注意 这种情况下 还要坚持完成一个伙资吗 可是伙资 粉谷在这大量的冰霜之下 威力会大幅度下降啊 哪怕威力没有削减 朱校长不相信 即便莫凡在被冻结的最后 完成了一个火姿 她的火姿也会被羽昂还未使用的防御模具给抵挡掉 这样的挣扎 嗯 不对劲 这火姿 朱校长眼睛忽然瞪大了起来 使用自己强大感知力的她 竟然可以在茫茫的冰霜之中捕捉到那燥热 狂暴无比的火元素气息 这不是二级的火姿 粉谷 小小的火团却具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与炙热度 弥漫着的冰雪 完全无法冷却她的气焰 火姿再一次落在了正在操控着冰雪的羽昂面前 羽昂不屑 一笑 用意念去搜寻精神世界内的防御模具 冰哀之盾 羽昂唤醒了与自己灵魂相连的盾模具印记 刹那间冰霜点点 她的面前迅速地出现了一道弧形的冰哀大盾 这个冰之盾足以将羽昂身躯完全保护在后方 全场兵客看到这一幕 有的叹息 有的嘲笑 何必做这种无谓之争 你一个灵源党还真斗得过 人民币玩家不成 火姿 爆炼 酷无情的冰雪茫茫之中 一声莫凡的高抗咒音 忽然传遍了这决斗场内外 话音刚落 一片白茫茫的决斗场之中 出现了一抹惊异的赤红 赤红一开始仅仅只是烛火一般渺小 但在下一秒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哄响 蹦 毫无征兆 烈焰却猛然爆开 一圈又一圈的火浪 以火姿坠落的位置为中心 向周围翻滚着 炙热的火蛇狂暴地飞舞 刺眼的红色 翻滚的热气 空气在那一声爆破之下震响了起来 波动全部传递到了宾客的座席那里 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 眼睛陷入到那一团炙热的爆裂火姿之中 天哪 这哪里是火姿 粉骨 火姿 爆裂 这是三级的火系技能啊 人们还没有从羽昂那高处同龄人一大截的修为之中回过神来 紧接着被莫凡之爆裂一炸 内心的震撼更无法平静下来 城市猎妖队的队长徐大慌 凭借着这三级的火姿他在猎法师之中可算是出类拔萃 问题是他花费了怎么也是一个年近三十岁的魔法师 火姿爆裂更是他费尽心思才突破的 一个还没有高三毕业的魔法学生竟然掌握 这泰尼玛令人难以接受了 朱校长 邓凯两人其实最早察觉到莫凡的火姿 只是到现在为止 他们心情还无法平复 办学这么多年 毕业前就掌控了三级火姿的学生 他们都记不清多少年没出现过了 要知道前一秒 他们还在感叹世家弟子就是世家弟子 魔法高中的学生在优异都无法与之抗衡 谁知转瞬间莫凡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出人意料 这小子是怪胎吗 学校这样资源有限的地方 也能够修炼到这种境界 魔法协会的中间魔法师杨作和 已经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扫了一眼周围正在发呆的众人 不由地问道 这小子有被谁拉走吗 没有的话 我要了 周氏家族的周明君就不乐意了 马上到 你们魔法协会没什么好伙计资源 还是让给我们周氏 这小子是我们军部的人 你们别抢 罗云波是忍不了了 赶紧站出来说话 羽昂一个世家子弟 近乎拥有整个博城最好的资源 这种情况下 他修炼到三级兵系技能都令人感叹不已 那么一个出自天兰魔法高中学生 到达等同的境界 那绝对要惊动整座博城了 第82章 背景也是一种实力 唐 唐岳老师 您是不是给莫凡开小灶了呀 莫凡怎么会这么变态 许昭婷忍不住发问道 这一次雷系骄子许昭婷是彻底服了 他许昭婷才在半年前掌握了二级的雷系技能 还以为自己拉近了莫凡不少 谁知道这莫凡修炼跟做火箭一样 尼玛都学会三级的火资了 要不是唐岳老师开小灶了 许昭婷怎么会相信 没有 全是他自己修炼的 唐岳摇了摇头 唐岳是唯一知道莫凡拡拥有星辰魔气的人 他能够大致猜到莫凡应该修炼 比大家想象中的要高 但绝没有想到 他已经掌握了三级火资 莫凡的死对头 穆白整张脸都清晨黑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好像连莫凡的脚边都碰不到 这三级的火资 要朝他脸上砸过来 分分钟要他狗命啊 卓云 卓云哥 穆鹤坐在那里 脸色僵得不能再僵 穆卓云胸脯早已经剧烈地起伏了起来 脸上满是脑木 但更多的也是惊恶不已 我还真是低估了他了 最后 穆卓云不得不吐出了这么一句 穆鹤不由地看了一眼 坐在比较偏位置的莫家兴 这个憨傻的司机 难不成真就要翻身了 倾家荡产地 把莫凡这小子 送到魔法学院镇 就弄出了一个魔法天才来 三级的火资啊 看看羽昂吃了多少的资源 才修炼到三级的兵慢 宾客席位上人们 大多瞪直了眼睛 一副惊恶不已的样子 决斗场上 那疯狂飘舞的冰雪 终于淡了 下去 人们渐渐地可以看清 傲立在那里的学生 莫凡 在莫凡的对手脚 被呼唤出来的冰哀之盾 已经彻底化为了冰心点点 洒落在地上 而原本被冰哀保护 起来的羽昂 却被远远地轰炸到了 四五米远的地方 他那一身如王子一样的白色新装 已经被轰得面目全非 整个人狼狈地倒在地上 哪里还有一点 今日主角的气魄了 冰雪终于潇洒下去 莫凡等身子终于暖和了之后 迈开了步伐 朝着倒在地上的羽昂走去 妈的 真以为这个世界上 就你掌握了三级技能 让你装X 炸死你 有意思 有意思 真是太有意思了 忽然 那个被轰得无比狼狈的羽昂 从雪地上站了起来 莫凡有些意外 这家伙竟然还有神志 按理说 那冰盾虽然抵挡掉了 大部分火资爆裂的效果 但轰然炸开的火焰气浪 是怎么都挡不掉 就这股爆裂之力 足以让羽昂昏迷 不会吧 三级的火资 还没有把羽昂击倒 这家伙 身体铁打的吗 穆卓云在这个时候 却冷哼了一声 心里暗骂 还好自己多为羽昂 准备了一件楷模具 否则真就被这隐藏之身的 小子给阴了 就差一点 莫凡赢得了这场决斗的胜利 火资爆裂的强势 在这个级别 基本上无人可挡 可惜没有人会想到 穆卓云会如此老奸巨华 铝模具 盾模具 还有一件昂贵至极的楷模具 要不要这么奢侈啊 那位周星的男子 忍不住叫了起来 朱校长和邓凯两人 看得也呆住了 铠模具也是防御模具 其价值却超过了盾模具 盾模具的抵挡是很狭隘的 并且有些技能 无法通过盾模具来抵挡 而铠模具是除了精神类技能之外 可以抵挡绝大多数进攻 并且那是 直接穿在身上 可以对身体365度全方位保护的神器 忘了告诉大家 作为我儿18岁的生日礼物 我特意将这件冰残铠 送给了他 以防被小人偷袭 穆卓云摸着胡须 缓缓地对宾客们说道 有没搞错 这还决斗个毛 一身的模具 有本事 大家都不用模具决斗啊 太无耻了 终于性子级的周明 忍不住道了出来 许昭婷 王三胖几个 同样愤愤不平 要没有模具 羽昂那家伙 已经被莫凡 给打得不成人样了 三级的伙子 就是教做人的节奏啊 背景也是一种实力 穆卓云根本不为所动 淡然地解释道 穆卓云才懒得 跟这般学生废话那些东西 我们穆氏就是有资源怎么了 你小小穷学生 也妄想跟我们穆氏斗 可惜 可惜啊 这名叫做莫凡的学生 已经很出色了 结果还是输在了模具上 杨作和满口叹息道 在场很多人都为莫凡 可惜 他今日展现出三级伙子 其实足以笑傲博成 所有同龄人 更可以让很多世家子弟 都无地自容 奈何决斗就是决斗 书就是书 正如穆卓云说的 背景也是一种实力 这个道理 很多人走上社会后才懂 你真是认了一个好店 莫凡看着羽昂那件 破损的衣服下 透出的冰残楷 同样在心中燃起了一丝愤怒 又是铝模具 又是钝模具 还有一件楷模具 完全不给活路 羽昂仍旧在笑 笑得令人厌恶至极 说真的 你很不错了 还以为你是一个 故意划中取宠的小丑 原来是故意藏着本事 想借着这次机会一鸣惊人 可惜啊 就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哈哈 羽昂大笑着 丝毫不介意 莫凡再使用一次火资爆裂 站在赛场旁 满心悲凉的邓凯 更不知该如何是好 终于 他还是忍不住出声 提醒了莫凡道 莫凡 放弃吧 冰残楷是专门克制火系技能的 你的火资 爆裂 恐怕伤不到羽昂 邓凯说的没错 下一个兵慢 你就会变成一块冰雕 解冻起来很麻烦的 你现在自己走到我衣服面前磕头吧 算是我特别给你这样一个 还算不错的对手的一点宽容 羽昂站在那里 穿着冰残楷的他 如同一个上位者一样 俯视着莫凡 羽昂的目光 何等趾高气昂 穆卓云那老奸俱滑的笑 又何等令人愤怒至极 背景也是实力的一种 莫凡也想笑 但 现在他笑不出来 环顾满座宾客 环顾着在座博城 有头有脸的人物 仿佛所有人都默许了 穆卓云的这句话 他们正带着些许同情地看着自己 第83章 决斗还没完 穆卓云 我看今日两位博城的年轻俊才 都表现无比出色 就此结束吧 您作为博城的领头人物 年轻人的狂言也就复之一笑 朱校长终于还是开口了 在场所有宾客 其实都知道 莫凡与穆卓云的过节 也知道 这场莫凡输了的话 就得向穆卓云磕头道歉 一直到穆卓云满意为止 莫凡的表现真的 非常轰动众人了 一个凭借着自己修炼到 三级伙子的奇才 那绝对值得大家敬佩 此时穆宁雪同样将那双眸子 落在了穆卓云的脸上 他同样希望自己父亲 就此作罢 这场决斗 倘若不是羽昂占据了 众多模具的优势 基本上要输给出人意料的 莫凡手上 穆宁雪觉得 这场赢得也没什么 光彩可言 就算了 怎么可能 穆卓云冷哼一声 要什么东西都敢跑到自己面前 指着自己鼻子骂 他穆卓云的以后 如何在博城混了 赢就是赢 当初说了就该履行 莫家兴 你乐什么 你儿子要给人家磕头了你知道吗 偏坐位置上 一名老园丁说道 什么磕头 莫家兴一脸茫然的道 莫家兴乐 那是因为他没有想到 自己儿子 竟然让全城的大人物 都为之动容了 我靠 你难道不知道穆卓云老爷子 和你儿子有过赌约的 羽昂说了 他穆卓云就亲自给你们爷俩道歉当年的事情 而你儿子说了 就要给穆卓云老爷子磕头道歉 到他老爷子满意为止 我们家的孩子 都只是暗地里说穆卓云几句 你儿子几次当面骂他了呀 他 一个大人物再有容忍 也会有火气 今天他不打算放过莫凡了 那名园丁无语地说道 合着莫家兴 根本不知道 还有赌约这一茬 真是一个糊涂透顶的老爹 莫家兴也听愣了 他确实不知道 还有这事 自己儿子的倔和奥莫家兴 再清楚不过了 让他在这样一个场合里 当着同学 老师 邻居 莫宁雪这么多人的面 给人家磕头道歉 如今的孩子 一个个都什么模样 被打了一个耳光 都有跳楼自杀的 像在这种场合上 给人磕头的事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莫家兴匆匆忙忙地站了起来 往中间主座的位置上 跑去 穆老爷子 穆老爷子 莫家兴对穆卓云喊道 哦 莫家兴啊 穆卓云眯着眼睛 这个老司机 他穆卓云还是记得的 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 就别为难一个孩子了 你想今天在场这么多人 不少都是他同学 老师 朋友 莫家兴急忙求情道 别 别 你别谈什么 这多年份上 说的 好像我没付你工资一样 那一次 已经很看在你 轻轻恳恳的情面上了 这一次我说什么都不会绕过他 穆卓云态度相当坚决 莫家兴一下子也慌了 他确实没有想到 还有磕头道歉的事 如今到了这个年代 又是风华正茂时期 要是当着这么多人面 做磕头道歉的事情 自尊心是得受到 怎样的打击啊 那 那我带他 我来带他 此不叫 父之过 我来带他给您磕头道歉 您什么时候 满意我什么时候起来 莫家兴一脸慌张地说道 话 刚说话 这位老司机 真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跪了下来 那双 已经满是皱纹的眼睛 就那样仰视着 坐在那里的穆卓云 众人目光一下子 全部落在了 莫家兴的身上 莫家兴面对这样的注视 同样感受到了 一阵巨大的屈辱 然而仔细一想 若是让已经将魔法 修炼到这种傲视 同龄人禁地的莫凡 来做这种事 这份屈辱 必定要放大无数倍 他已经 博得了这座 博承大人物的认可 他甚至差点击败了 牧师重点培养的羽昂 他这三年 一定一定非常地努力修炼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他会莽撞地去和 木卓云做这种赌约 还不是想给他 这个一事无成的老父亲 找回当年跟狗一样 被撵走的颜面 这个儿子 比自己强太多了 以后更可以成为 非常非常出色的魔法师 今日要给人磕了头 可就成了一辈子的阴影 自己就是一个老司机 没啥出息的老汉 这种一辈子都丢人的事情 对自己来说不痛不痒 看着 木卓云 莫家兴见木卓云 明显是不会就此消气 一咬牙 还是磕了一个下去 决斗场上 莫凡猛然间看到这一幕 顿时心如重见一般 从未有过的脚痛 高高在上的人 始终高高在上 卑微下见的人 一辈子卑微下见 这个社会 真的人人平等吗 如果真的平等 就不存在着自己 和木宁学走得很近 便被直接撵走 如果真的平等 就不至于连房子都被拿走 对自己一家子来说 躲风避雨的屋子 仅仅变成了木贺 这种有钱人 九牛一毛的地产 如果真的平等 同样无数人 见证下的公平魔爵决斗 就不会出现那么多 用钱堆出来的魔具 如一座巨山一样 让自己这种草根 感觉到难以逾越 旧时代 阶级其实很明确地标出 让人清楚地知道 自己究竟在 这个社会什么位置上 现在这个时代 最可怕的就在于 它明明一样 拥有三六九等 却令人浑然不觉 绝不会 在你走出校园之前告诉你 等你踏入社会之后 如同晴天霹雳一样 轰下来 打得你措手不及 痛不欲生 跪着的人 坐着的人 更多的时候 你站着 却跟跪着没有任何区别 爸 你起来 莫凡面向着 莫家兴和 穆卓云的位置 莫家兴转过头来 双膝却没有勇气起来 莫家兴太害怕 穆卓云 要莫凡亲自来道歉 穆卓云依旧坐在那里 无动于衷 莫凡看了一眼 再一次为自己 做出如此巨大牺牲的父亲 又看了一眼 仍旧没有一点 罢休意思的穆卓云 爸 不要这么早 给穆卓云回脸 决斗还没完 莫凡看着穆家兴 眼睛里满是 冰冷与愤怒 回脸 莫家兴完全听不懂 自己儿子在说什么 穆卓云更不知道 这家伙说的什么鬼话 回脸 合着我 穆卓云 也得给你们跪下 道歉不成 第84章 为应 怒鸡 莫凡 你就是得为你自己 蠢付出代价 现在你父亲 当着众人的面 给我一副跪下 我想 这比你亲自磕头下跪 更让你生不如死吧 羽昂看到这一幕 是没有丝毫的同情 反倒再一次笑了起来 莫凡转了过来 那双眼睛冷然地注视着 还在笑的羽昂 不见棺材 不落泪 那我就让你先变成冰雕 然后慢慢享受这种 一辈子 别想再博城抬头的礼仪 羽昂眼路不屑道 兵器的新鬼 在羽昂的眸子 之中迅速地相连 有冰残楷在身他羽昂 甚至不需要担心 会被莫凡的伙子给打断 并且前提这家伙 施法的速度比自己快 而另一边 莫凡那双眼睛 冰冷到了极点 假若 穆卓云有一点点罢休的意思 他也会就此罢休今天的事情 然而 穆卓云和羽昂这对父子的 趾高气昂 和理所应当 是彻彻底底地触怒了莫凡 他坚信自己不赢下这场决斗 自己将看到一个老父亲 为自己这个蠢儿子 额头磕出血来这一幕 然而 自己真的蠢吗 今天就让所有所有的人明白 什么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背景也是一种实力 莫凡不禁笑了起来 笑容是那样肆意 下一秒 他的笑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 是从未有过的狂傲 那我的天纵之姿 同样是一种实力 真以为我莫凡就这样输了 尝尝我莫凡雷霆的威力 黑色的瞳孔 误然撑圆 漆黑如浩瀚宇宙的眼球之内 赫然有紫色的星之光辉 在肆意地闪耀 雷 元素之手 他代表的是怒 是威 是摧毁 这个可笑的阶级枷锁 就用这一抹狂雷彻底的轰尘碎片 星子 他们其实一直都能够和主人的星 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雷本身的那份属性 更赋予了他的掌控者 在任何时候都不捡狂角 不应地位卑微 不应身处险境 所有的雷系星子 从未有过的听从 那是因为今日的莫凡星境 从未有过的 与雷元素星子契合 紫色的星鬼 在内心燃起雄雄怒意的 瞬间一气呵成 他们也好像渴望 能够赐予他们的呼唤者 所有的力量 星鬼线 充斥着天地间 最神秘力量的魔法 更是浑然天成 紫色的电弧 霸道 狂躁地出现 他们从未有过的 甘愿缠绕在莫凡的身旁 就等待莫凡的一声令下 莫凡仰起头 目光如有闪电 雷印 怒击 电光之中 莫凡单手高举 随着 手心猛握 一道道在空气中 疯狂扭动的雷电之印 化为了雷霆士兵 他们怒笑着 朝着羽昂所在的位置 凌乱地轰击 此 多道紫色的雷印落下之后 他们相互之间 连成了一股更加强劲的雷电 狠狠地击打在了 毫无防备的羽昂身上 羽昂的冰漫技能 还在吟唱 下一秒 却被这些耀眼恐怖的 雷电之力所包裹 内心的震撼 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怒击暴躁 无比 每一次轰打在身体上 都会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更可怕的是 这些雷印会钻入到身体里 对肌肉 骨骼 造成巨大的电击效果 哪怕有冰残楷 进行了抵挡 依旧无法完全抵挡掉 这种无孔不入的雷电 穿透 羽昂身体 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 他身体剧烈抽搐地站在那里 脸上的傲慢和趾高气昂 淡然无存 只剩下满眼的疑惑不解 和不敢置信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雷 这分明是雷印 为什么你一个火系的 初阶魔法师会 释放出雷系的技能来 冰残楷 在雷印面前形如虚射 终于羽昂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叫声 整个人在紫色雷印盘绕下 缓缓地倒下 这一次 羽昂是不可能再爬起来了 三级的雷印 比火姿还要霸道 冰残甲能够克制火系的技能 却怎么也不可能防御下 这三级雷印的可怕穿透 雷的咆哮 还在耳边鸣响 只是这整个 庄园却在这一刻 寂然无声 所有人在莫凡释放雷印的那一刻 已经呆若木鸡 雷印 没有命中 他们却更胜晴天霹雳 轰在脑袋之中 他们看到了什么 雷印 这尼玛是雷印 你一个火系的出街魔法师 你告诉我们你 能够施展雷印 羽昂已经被轰倒在地上 现在人们都有些 忘了这个家伙的死活 反倒是眼前这 根本无法用常理来形容的一幕 更令他们震惊的差点要疯掉 能不疯掉吗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位魔法师 他们在出街 都只可能掌握一个系的魔法 唯有到了中阶 才有可能获得第二系 你一个高三 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为何掌握了两个系 一个火系 一个雷系 他 他 他难道是中阶法师 不可能 绝对 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 修炼速度再快的人 也不可能只用三年的时间 从出街修炼到中阶 绝对没有可能 穆卓云率先整个人 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都有些不敢相信 他自己的眼睛 同样的 朱校长 邓凯 杨作和 展空 这几位已经是更高领域的法师们 他们同样不敢相信自己 现在看到的这一幕 三级的雷印 那分明就是三级雷印 可是一个火系的学生 怎么可能施展出雷系的技能 是特殊的魔剧导致的吗 不对 不对 刚才莫凡周身出现的紫色绚丽星轨 已经证明 这绝对是他自己施展出的能力 绝对不可能是借助其他魔剧 而全场唯一一位雷系法师 许昭婷 更是人都傻掉了 尼玛 那不是自己一直在渴望达到的境界吗 雷印第三级 那是之后几年 自己要追求的目标啊 为什么被莫凡施展了出来 你莫凡明明特吗 是一个火系魔法师好吗 崩溃了 许昭婷内心都崩溃了 自己一个真正雷系 都没有掌控的层次 一个火系的法师 却达到了 老子 老子不活了 第85章 天生双系 莫凡的同学们 周敏 赵坤三 穆白 张小猴 王三胖等人 更是在那里疯狂地揉他们的眼睛 一定是他们念魔法 念太多 念出幻觉来了 不行 他们必须回学校 写一万张卷子冷静下来 高考前 出现幻觉不是好征兆 现场沉浸了很久很久 雷印一出 好像所有人已知的观念 在此刻崩塌的不成样 更是好半天 都没法说出话来 谁 谁呢 谁能告诉我 这究竟 究竟是怎么个回事 那位周敏的男子 同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目光扫视着周围 一杆被雷印 轰得呆傻的博城 大人物们 就没有一个人出来解释一下吗 难道真就自己一个人瞎了 中阶魔法师 他是中阶魔法师 他觉醒了第二个戏 一定是这样 宣慕生用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语气说道 不 此时此刻 地位最为超然的朱校长 发话了 人们都注视着朱校长 他们相信 眼前这闪下他们 双眼的不可思议一幕 唯有德高望重的 朱校长能够解释 他是仍旧是初阶法师 朱校长很肯定很肯定地说道 那他怎么可能还拥有雷系 朱校长深呼吸了一口气 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博城 师长情绪是何等激动 激动到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 激动到说话都要平息一阵子 天生双戏 他 莫凡是天生 天生双戏 终于 朱校长道出了 他在震惊之中的最肯定判断 是的 一定是天生双戏 这名学生的修为 绝对不可能到他中间 他能够施展出雷印技能来 唯一的解释 正是天生双戏 他觉醒了火 更觉醒了雷 这名在自己 天蓝魔法高中诞生的学生 他是这个世界上 无比无比无比罕见的 天生双戏 天生双戏 我的天 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天生双戏的吗 我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薛 薛木生 莫凡 他不是你的学生吗 觉醒那天不也是你主持的吗 教导处主任陈伟亮 呆若木鸡的 对旁边的薛木生说道 是我 可 可我明明记得他 只有火线 薛木生很努力 很努力地去回忆 偏偏他真的回忆不起 当时的情形了 这份震撼 令人忘记了 这是一场年轻人的魔法决斗 这天生双戏的轰动 让人忘记了 年里的羽昂 今夜再没有人可以比 天生双戏惊线的莫凡 更加耀眼夺目 更加一鸣惊人 这小子 我们军部要定了 谁敢抢我 今天就抄了他家 军部首领展空 早已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他大展空 在博城能怕谁 谁敢跳出来 和自己抢着天生双戏的莫凡小子 他展空 今天就灭了他 我来的去啊 被上头莫名其妙地 调到这南方城市 本以为就这样了 谁知道这小地方 尼玛出了一个天生双戏的 超逆天魔法苗子 莫凡还只有当火戏的时候 展空就相当看好莫凡 想拉他入自己的魔法军部 谁知道这小子 还藏着如此惊天天赋 要定了 这小子 他展空倾家荡产也要 承包了 那位周姓的男子 本来是想站起来说话的 结果展空一句话 让他整个人都傻掉 尼玛 不带这样的 我们周家也想要啊 周姓男子 现在就后悔自己 刚才没跳出来 强行把这小子给拉走 现在天生双戏一出 这整个博城的势力 要因为这至今没有归宿的小子 争得头破血流啊 展空老大 这博城虽然很多事情 是你说的算 可也不是说 你想要什么就可以拿走的 我是要禀报上头 我们大魔法协会 从来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绝世天才 更何况培养魔法师上 还有什么组织 比我们大魔法协会更擅长 杨作和直接就跳了出来 小家族 小世家 或许还要给军方面子 他们大魔法协会 没那个必要 抄家 这个世界上 就没听过哪个势力 敢抄魔法师协会的 话说 这种学生 我们校方 其实很愿意 花费重金供养的 就不饶几位操心了 朱校长也发话了 他姥姥的 展空和杨作和这两家伙 莫凡还没有毕业 就当着自己的面 抢 我老朱是人缘好 可不代表 看到这样的学生会退让 有本事 来抄我们魔法学校 别忘了 你们军部很多军法师 都是出自我们魔法学校的 你展空放马过来 木卓云呆呆地 站在那里 看着几个大势力 这样当面为了 这莫凡小子撕逼 再看看 那个站立在决斗场上 掌控着雷火双戏的魔法师 他家的木宁雪 同样有着 无比罕见的魔法天赋 可要论吸引力的话 恐怕还是天生双戏 要更雕几分啊 毕竟木宁雪 天生灵品兵种 是绝对凌驾于同龄人 可灵品兵种 那些富豪大士家 依旧可以收集 天才地宝而得到 而这天生双戏的天赋 是打着灯笼满世界 莫家兴老弟快起来 快起来 我无非是想给你儿子 一点小教训 怎么可能真做这么绝 木卓云是 赶忙把面前的莫家兴 给扶了起来 木卓云那态度 简直180度转弯 莫家兴被扶了起来 他自己也有些 不敢相信的环顾四周 或许一个跑车的人可以 不知道天生双戏 终究代表着什么 但只要看到在座名人们 刚才脸上的表情 和现在相互争强的模样 就可以知道自己儿子 有多出类拔萃 不 出类拔萃 不能够形容啊 自己儿子 恐怕是足以轰动 整个博城了 真的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不枉自己卖掉了 唯一的家产 让他进入天兰魔法高中 当时自己要有 那么一点点犹豫 可就扼杀掉了一个 多么了不起的魔法师啊 看看这些博城的 大人物们 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看看他们争抢时的样子 我的天 我莫家兴何德何能 生出了一个 这么了不起的儿子 莫家兴抹了抹 喜极而泣的眼泪 他站了起来 忙碌的生活 卑微的收入 再加上窘迫的环境 压得他腰板 始终是弯曲着 平常为这些 富人跑车 对他们点头哈腰跟跪着 没有一点的区别 他明白自己儿子 为什么刚才 叫自己站起来了 那是因为 从这一刻起 他们绝对不用再 向任何人屈膝 卑躬 第86章 重势力争抢 哥 羽昂还躺着 木鹤出声提醒了 木卓云一句 木卓云脸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妈的 都差点忘了 今天是自己儿子羽昂的成年力 如此盛大隆重的成年力结果 变成了木凡这混账小子 轰动博城的日子 更可恨的是 这场魔法决斗输了 就意味着 他木卓云 要当着高棚满座的面 给这两父子道歉 想到这里 木卓云 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 在剧烈地翻滚着 血压 不知道要身高多少 决斗场上 木凡看都懒得看一眼 被雷印轰击 跟一条死狗一样的羽昂 背景 再在老子面前秀背景 老子的雷砖劈 你这种装 逼狗 一转身 莫凡朝着宾客席上走去 这个结果再明显不过了 自己赢了 尽管全场惊艳的感觉 令人浑身 每一寸肌肤都畅快 但莫凡更关心的 是 木卓云这个老混蛋 现在是什么表情 果然 木卓云 老混蛋 一副满口血要吐吐不出来的样子 我爸里都先给你回了 老货 你自己看着办吧 莫凡走到了木卓云面前 冷哼一声道 等这天 老子也等了很多年 今天正好全程有点脸的都在 也让你木卓云体会一下 低声下气的感觉 木卓云老脸 真就剧烈地抽动了起来 他木卓云其实很看得起莫凡了 怕这小子闲鱼翻身 才特意给羽昂准备了一件楷模具 可他木卓云做梦都想不到 莫凡是天生双戏 连雷印都修炼到了第三集 整个盛大的成年礼 彻彻底底成为了 这小子一鸣惊人的典礼 给人途做嫁衣 这种滋味 跟被人戴了绿帽子一样 蹊跷生年 那个 没关系 没关系 木卓云老爷子 其实对我们一直都蛮关照我们 莫凡 这事就这样过了 莫家兴终究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他看来 让木卓云给自己下跪道歉 那跟直接杀了他 没什么区别 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是啊 这事就算了 这事就算了 今晚让我们所有人真的大开眼界 木鹤急忙跳出来 那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简直跟一个和气生财的商人一样 还带着几分攀好的意思 就算了 麻痹 刚才木卓云这老混蛋 要有就算了的意思 他莫凡也不至于拿雷来劈死他们 哼 一个磕头赔罪 算个什么 我木卓云说话算数 愿赌服输 木卓云狠狠地吐出了这句话来 话音刚落 木卓云真就站在了莫家兴面前 话说的是响亮 可木卓云动作却有些僵硬 真的要给一个他们父子下跪磕头道歉 这样做了之后 他木卓云真的不用 再在博承人面前抬起头来了 混蛋 真他妈混蛋 天生双戏这种逆天天赋 怎么就会落在了莫凡这小混蛋的身上 难怪他当时敢那么有恃无恐地 跟自己来这场赌战 原来他手上有这样一张王牌 他木卓云老狐狸一样 防算 却算不到对方天生双戏 一番挣扎 木卓云一咬牙 双膝慢慢地屈了下去 木卓云老哥 时不得 时不得 唉 我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何必要这样 而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来这样一逃 古人都有一笑闽恩仇 我们这又算得上是哪门子跟哪门子 莫家兴急急忙忙地把木卓云给扶了起来 木卓云有些愕然地看着莫家兴 在他看来 绝大多数人在这种时候 应该非常受用 才是 这个世界上 不是什么人都受得起他木卓云 这样的跪拜赔罪 更何况莫家兴 刚才还先给自己来了了一个 莫凡 到这里就好了 莫家兴转头对莫凡说道 莫凡耸了耸肩 老爸都发话了 也算磕了 多年的怨气也在 雷印狂躁那一刻 彻底宣泄了出来 说得很好啊 古人自有一笑闽恩仇 今天其实应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日子 因为我们博成又诞生了一位 足以震惊骇俗的 天生双系绝才 前不久 木宁雪天生灵品兵种 已经令让我们觉得 博成将来必定更加有名 谁料 莫凡天生双系更惊艳一筹 真是天佑我们博成啊 德高望重的朱校长 发出了一句感慨 博成在南部的城市中 算不上特别出众 更多就在于 没有非常了不起的魔法师出现 已不知在南部沉寂了多少年 然而 木宁雪的天生灵种 还有莫凡这天生双系 绝对可以引起一波大轰动 让博成成为整个南部最主目的城市 这事 光想想 就令人激动不已 莫凡 就这么说吧 只要你加入我们军部 将来 怎么也可以 让你成为一城军部首领 修行资源多的不说 日后 也必定能够飞黄腾达 展空率先跳出来 从未有过的认真的 说道 你也是够了 选择哪一方势力 本是每个人的自由 你这样强拉是什么意思 杨作和很不开心地说道 我靠 我这是强拉吗 我和莫凡 本就称兄道弟 他是我结拜弟弟 展空 瞪大眼睛说道 罗云波 潘力军两位教官 在一旁那个叫汉啊 展空老大 莫凡 什么时候成你结拜弟弟了 总教官 你这是闹哪样 莫凡也无语了 哦 你不满意 要不你当哥 你是我结拜哥也行 反正加入我们军部 保管你 荣华富贵 展空 立刻说道 罗云波 潘力军两个人已经瀑布汗了 尼玛你堂堂驳成军部首领 任着一个18岁的小子 做结拜哥 他们驳成一整个军部队 不得崩溃啊 能不能要一点节操 展空老大 两位教官此刻 是很想把他们展空老大给拖走的 太他妈 丢人现眼了 第87章 一鸣惊人 此时人胖却非常机敏地肥实 一直盯着莫凡看 犹豫了片刻之后 他终于开口小声地 对旁边的伙伴们说道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家伙释放雷印的时候 非常像一个人 你也这么觉得 徐大荒马上瞪起了眼睛 一旁的小可 更是在旁边 一边咬着一个苹果 一边狂点头 李文杰笑容就很怪异了 看了一眼郭彩棠 很显然 郭彩棠也察觉到了什么 那张俏脸上 满满的都是不愿意 接受现实的样子 范莫 莫凡 妈的 就是这货 徐大荒突然反应过来 什么 大叫了一声 整个猎妖小队 瞬间恍恶 脸上的表情 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他们一直都知道 范莫这家伙 年纪不大 可也绝没有想到 他是一个连高三 都没有毕业的学生 最最重要的是 这家伙除了雷系 还拥有强猛的火系 这火系的实力 竟然一点都不逊色于 当队长的徐大荒了 郭彩棠 可谓是内心最为复杂的人 其实这一年相处以来 他对神秘的雷系成员范莫 还是有那么一点好感的 谁都知道雷系法师 前途无量 大多数雷法师 都会选择一个安逸的工作 既有高收入 又有高地位 而年轻有为的范莫 却一直在他们猎妖小队之中 表现出类拔萃 不说 还特别沉得住气 再加上 他一次单独救下他性命 一次利用雷硬 解救下整个小队 心有好感 那是肯定的 结果 范莫和莫凡这两个家伙 一下子重合在一起 有好感的人和 厌恶烦躁的人结合 真是 真是无语 众位 我有句话要说 朱校长再一次开口了 朱校长得高望重 大家自然会听他说的 天生双戏 是一个惊人的天赋 眼看 马上就要魔法高考了 我们校方是打算 借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好好做一次大动作 让别的地方的人 看看我们博承之位 所以 我这里希望大家 对今天的事情 暂且不要透露 等到全国的魔法高考 进行之后 让我们博承 如此杰出的魔法师 莫凡一次 真正举国轰动的机会 如何 朱校长话音 回荡在众人的耳中 这样的大事 估计一散席 媒体铺天盖地 马上就要到 无比重要的魔法高考了 朱校长希望 可以借着 这魔法高考的机会 狠狠地打响一次 博承的旗号 博承已经太久 没有这样的荣耀了 这我没意见 但我们网上报 也最多推迟时间 最多是两个星期 杨作和代表 魔法协会发话了 朱校长 有我在这里 谁能把小子提前放出去 展空 老大开口道 展空可不傻 要是消息放出去 有更大的组织 跑过来挖人 他展空就要哭了 所以 无论如何 都要把这件事给压住 在场这么多人 虽然不能确保 每个人守口如瓶 可他们只要控制媒体 让媒体 不把这事散播出去的话 那些人多嘴 就让他们多嘴吧 反正他们也就控制到 魔法高考结束 就会公布 话说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魔法天生双戏 连媒体都要封锁掉 王三胖小小声地说道 唐月老师就在 他们学生之间 他内心到现在 还没有平静下去 听到王三胖这样发问 唐月不禁解释道 你们在博城这小地方 自然不知道 天生双戏有多惊人 消息一散播出去 博城第二天 会被无数大势力给占据 甚至假如莫凡 选择加入了某个势力 一些用心险恶的 很可能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毕竟要暗中解决掉一个 还只是初歼魔法式的莫凡 对他们来说 不算是难事 这封锁消息 对莫凡 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 不会吧 人心险恶 小心为妙 唐月说道 凡哥这次是彻底轰动了 话说 凡哥到底怎么修炼的呀 既然是双戏要花费的时间 应该更多才是 为什么两个戏都领先我们这么多 张小侯不禁说道 对啊 对啊 许钊婷嘴角更不停地抽着 张小侯 你能闭嘴吗 羽昂估计要哭成啥 逼了 可不是吗 你没看到穆卓云老混蛋 他跟莫凡那样有过节 都恨不得马上把莫凡 收做干儿子 哪呀 总教官都要跟莫凡结拜 有总教官这样一个高阶魔法师 给莫凡做后台 谁敢动莫凡 唉 人比人气死人啊 莫凡同学们议论着知识 唐月的名谋 却一直都注视着莫凡 现在唐月终于知道 莫凡当初是如何将幽狼兽给杀死的了 话说回来 这莫凡还真让人惊讶不已 藏着天生双戏 始终不透露出来 不过 他这样做 也算是聪明吧 在自己 实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 低调点不是坏事 现在又有对莫凡无比热心的掌控 再给他做后台 莫凡接下去的修炼道路 会顺畅很多 就是不知道 这家伙能不能好好利用这 无与伦比的天生双戏了 能不能从全国那么多绝世天才之中 脱颖而出 今夜 莫凡自然一名惊人 有魔法协会 猎者联盟 博城军部三大实力联合封锁消息 这是 要在短时间内转出去 自然不太可能了 当然 这场魔法决斗最大的踩头 可不单单是为当年找回颜面 更重要的是 获胜者将获得进入博城地圣权 修炼整整一个星期的机会 马上临近魔法高考 在魔法高考 之前在博城地圣权的滋养下 莫凡又将修为大幅度增进 那么 莫凡在魔法高考上的表现 一定惊艳 全国 那个时候 就是真正的明动四方 可以说为莫凡将来的魔法道路 铺开了一条非常完美的道路 地圣权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特殊的修炼之地呢 莫凡也不禁非常期待 据说 很多卡在初阶与中阶之间的魔法师 他们都是通过这地圣权 完成了突破 一个中阶 法师在博城 已经相当牛逼了呀 况且 莫凡是天生双系的魔法师 到了中阶级别 他将拥有整整三系的魔法 这在中阶 魔法师领域之中一样 占据了绝对的 优势 好 一定要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 大幅度增进实力 第88章 地圣权就坐落在银帽大厦之下 这倒让莫凡有些意外 因为那天 他和慕凝雪见面的那个天台 离银帽大厦 仅仅一座楼之隔 这座银帽大厦 呈现笔直耸立的五边形 说是一座宏伟的大厦 倒不如说 它像是一座 矗立在这座博城最中央的 居高五边形宝塔 银帽大厦高有200米 整个外壳完全由钢化玻璃所包裹着 烈日照耀下 闪烁着如宝剑出鞘一般的锋芒 到了 夜里整座大厦 更是流光一彩 在隔着很远的城区 依然可以看到 它夜里流转的霓虹 这算是博城标志性的建筑物了 据说最高一层的超级大会议厅 就是闺木卓云所有 而博城的天才地宝地圣权 其实就在这座银帽大厦的下方 在银帽大厦工作的很多白领 精灵们 他们甚至不知道 这座大厦是有地下15层 宛如特工秘密基地 一般的电梯 将莫凡送入到了 银帽大厦地下第15层 莫凡愕然发现 这里还真像是一个 不为人知的组织班 竟然挖出了一座 秘密保护着的地厅 地厅 适用非常特殊的经研石器城 一看就是出自 非常强的建造师之手 地厅有大概一个巡逻队 在把守 巡逻队的队长 更是一名中阶魔法师 一名中阶魔法师看门 这足以证明地圣权 在整个博城 是有多么重视了 这座图同门后面 就是地圣权了 你可以进去围期一周的修炼 地圣权会自己保持着 一种循环 你别去怕 只要坐在地圣权中央的 那个皮铺团上 进行明修 或者把控就行 穆卓云美好气地 对莫凡说道 这地圣权 本应该是为羽昂准备的 谁知道被莫凡这小子拿了 穆卓云心情哪里能好 陪同莫凡前来的是唐月 唐月朝莫凡微微点了点头 示意他可以进去 里面闭关了 哦 我有些东西送你 唐月老师想起了什么 对 莫凡说道 送我 莫凡倒有些意外 唐月老师 也不知从哪里 便出来了四颗 分别呈现紫色和红色的卷轴 卷轴上面 刻印着一些 如同星子一般的光点 和星轨般的印痕 就像是 某种魔法的完整图形 唐月老师 你出手可真不一般的大方 这可是昂贵的星图之书 一送还是送四份 算是让我这个土财主 大开眼界了 一旁的穆卓云 马上认出了 唐月老师送的卷轴 一副酸溜溜的模样道 这星图之书 是 莫凡不解地问道 你经历了这次 地圣泉洗礼之后 想必离中间魔法师 不会太过遥远了 我不确定 自己是否还会在这里 教你们 临别前 送你这些星图之书 让你在突破到 中间魔法师之后 有一个自保能力 唐月老师说完顿了 一下 继续解释 这星图之书的用途 你应该知道 初间魔法师 需要将星子连成星轨 星轨出现 魔法才成 莫凡点了点头 宛如在听老师 给自己上更高一层的 魔法课 到了中间魔法师之后 你的星辰将变成星云 星云比星辰更加浩瀚 同时拥有一共49颗星子 中间魔法的星辰 便是需要你将这49颗星子 连成星图 星图 线 中间魔法 才会孕育而生 唐月老师解释道 星辰变星云 49颗星子 相连化作星图 便是中间魔法 莫凡在心里 默默记住这些关键的话语 应该明白 要完全把控七颗星子 需要无比漫长的修炼时间 那么49颗星子的难度 翻了不止一倍两倍 即便你的星辰变成了星云 要真正释放出中间魔法来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这星图之书它 特殊就特殊在 当你将意念注入到里面之后 这星图之书 会释放一股特殊的犀利 让你的49颗星子 按照刻画的星图排列 哪怕你还没有足够能力 把控49颗星子 只要你的星云之中 还有足够的魔能变一样 能够释放出中间魔法 唐月老师认真地嘱咐道 莫凡张了张嘴 从未想到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既然有星图之书这种东西 那么魔法师那么辛苦练把控 又有什么意义 带个几十张卷轴就好了呀 一旁的穆卓云 显然看出了莫凡内心的疑惑 冷哼了一声道 星图之书这种东西 有钱都买不到 你的唐月老师 可不单单是一位 人民教师这么简单 莫凡看着眼前 这位成熟美丽的老师 心中更是惊讶 仔细想想 一个能够轻松 把星辰魔器事情摆平的老师 应该确实不是一位高中老师那么简单 况且 莫凡是见识过唐月老师 施展暗影系技能的 这位唐月老师至少是中阶魔法师 你天生双谢 难免会有小人妒忌 这些卷轴 算是送给你防身 当然 你要使用这些星图之书前提 是你的星辰变成星云 七颗星子变成49颗星子 否则星图之书会抽空你的身体 将你变成一具干尸 唐月老师再一次严肃地叮嘱道 莫凡非常认真地点了点头 心里更有一些小感动 自己跟唐月老师 也不过是普通师生关系 他却对自己这么关照 看来自己 必须赶紧修炼到中阶水平 必须多赚钱 将他取回家 才能够用一辈子 来报答他这份恩情 谢谢唐月老师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莫凡很真诚地说道 唐月眨眼一笑 那双明眸中 多了几分期待 你小子 别太得意了 这地圣权是天地灵权 不错 可要让你到达中阶 也绝没可能 他只是一股最大的助力 将你往中阶关卡上推 要想真正突破到中阶 呵呵 远着 木卓云冷哼哼地说道 唐月没有在说什么 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他转身离开了 木卓云也懒得跟着看人 都整个人不好的小子 废话 摆了白手示意 地圣权守护者 可以将莫凡拖进去关押了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上次被一些地沟老鼠 差点探寻到了这里 倘若地圣权温泽散发出去 引来祸难 一定那你们试问 守卫长良兵说道 卫长尽管放心 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 其他几名守卫 都信誓旦旦地说道 莫凡进入到地圣权中后 最后听到的 就是几位守卫们说的话 这倒让莫凡 想起了那只 差点进阶的独眼魔狼 独眼魔狼 正是因为得到了 地圣权泄露的温泽 才会那么恐怖 那么自己在这里 有整整七天的 修炼时间 岂不是整个人 都得沸腾了 第89章 冷静 小泥敲 在黑色的巨石上 都雕刻着一些 奇怪的魔法图案和皱纹 莫凡好歹是读书人 他能够认清 一些图案的寓意 不出意外 应该是一个 高阶的守护类魔法 所以别看着 仅仅是个 石器而成的密室 其实地震来了 都未必可以撼动 这里面分毫 真正意义上的 严防死守 起初 莫凡因为地圣权 会是一个大早堂子 自己可以脱光衣服 整个人躺在里面 尽情地享受 可穿过了几根立柱之后 莫凡愕然地 发现地圣权 无非是一座 棱形的石阶祭台 石阶祭台 一共就四层 最底部 被凿开了一条 回路的小沟渠 清澈到 几乎看不见的圣权水 就在小石沟中 缓缓流淌 莫凡观察了一会 并没有发现 什么特殊之处 正准备按照 木卓云说的 坐到石阶祭台上 开始修炼的时候 突然胸口处的 小泥丘坠 开始发出奇怪的颤声 你激动的毛线 一副你能够喝的样子 莫凡马上数落到 小泥丘坠现在 可是灵级的星辰魔气 莫凡不仅每天 可以维持14个小时的明修 更获得小泥丘 释放的特殊能量 温养着自己的两个星辰 正是如此莫凡 才可以在极短的时间 将两系 独修炼到第三级 要知道 全校那么多人 在高三毕业 这会能够拥有 二级的初阶魔法 已经是很优异了 莫凡是在 多修了一门的情况下 还整整领先 他们一个级别 这足以表明 灵级星辰魔气的 强大之处 难不成 小泥丘可以吸纳 这地圣拳的温泽 莫凡感受到 自己这吊坠的 某种渴望 心里便不由地琢磨起来 星辰魔气和地圣拳 应该本质是一样的 能够加快魔法师的修炼 地圣拳蕴藏的能量 庞大的多 甚至可以帮助魔法师 从初阶冲击到中阶领域 要不要试试 万一小泥丘坠 真的能够吸纳 这里的能量 那岂不是可以再升级成 更高品质的星辰魔气 莫凡不免有些 大胆地猜想了起来 要知道 学校的星辰魔气能量 是直接被小泥丘给吸了 倘若地圣拳的特温泽 也可以被吸走 岂不是相当于 自己随身带着一个地圣拳 这地圣拳一年才开启一次 一次 仅仅提供 全城最有潜力的魔法师 七科的修炼时间 就这样 那些人还羡慕地疯了 假如 假如 我靠 不能啊 学校星辰魔气被 小泥丘一吸 变成了废铁 还是唐月老师帮自己摆平的 这次自己 要是把地圣拳给吸了 整个博城的人 不得疯掉 自己直接被架到火星架上烧死 好好打坐 好好打坐 还是别想这种 大逆不道的事情 小泥丘 你别冲动 我知道这东西 对你来说是大补 不过你那样做的话 你爹爹 我会被整个博城的人剁了 所以你 千万别给我乱来啊 我们安安心心 这里闭关七天 然后高考 上大学 想要除魔拯救世界 我左手抱木凝雪 旁边依偎堂月 大不了 到时候给你找条母坠子 莫凡不停地默念叨 小泥丘坠 好像真听懂了 不再瞎胡闹 老老实实地 趴在莫凡的胸口 莫凡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妈的 这到底还是不是一根坠子 怎么就 跟个混世小魔王一般 往那皮铺团上一座 莫凡 即便没有进入明修 也可以感受到 一股如同坠子滋养般的能量 正在往自己身体这里 扑来 这股特殊的温 则比小泥丘带来的滋养 强了不知多少倍 假如星辰魔器有纷繁极 灵极的话 那么此刻地圣拳 带来的修炼滋养 一定是最顶级的 整个人都要飞升起来了 处在一个小饱和状态的 雷系星辰 和火系星辰 有了一些动静 他们就好像是两个婴孩 突然间吻到了母 如 开始疯狂地瞬息了起来 每一次瞬息都能够令 他们的体型再扩大几分 最早觉醒的时候 两个星辰真的非常渺小 在整个精神宇宙中 真就是一片小小的星辰尘埃 光辉黯淡不明 有时还难以寻找 而 修炼了三年之后 这片星辰逐渐壮大 他们的光泽 清晰可见 整片星辰 也宛如 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地 蕴藏着神秘的力量 此刻 两片星辰都出现了一些 细微的壮大 每一个小时的变化 都顶得上莫凡整整一周的苦修 这也太爽了 经验值长得跟开挂似的 莫凡内心激动 无比 未想到自己误打误撞 获得了这样的 绝佳修炼机会 看来 从摩尔代手地上抢资源 是很有必要的 否则以这种修炼速度 一个蠢才 都可以成为一个领先同龄人的高手了 资源 太多的资源 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要不是自己展露出了双戏的实力 这地圣权的好事 绝不可能轮到自己 有灵级星辰魔器的小泥丘滋养 再加上地圣权效果 七天的修炼 时间自己真的很有可能 冲击中间魔法师啊 梁冰卫长 你说这地圣权 真有那么神奇吗 一位新来不久的 守卫王同莲开口问道 我们博城 历史悠久 足以追溯到秦国时期 甚至更早 这地圣权可以说 也是当年一直真存至今 你想 我们整个 博城要经济 没经济 要人才没人才 要发展没发展 凭什么可以成为一座 南部小有名气的城市 不就是因为这地圣权的存在吗 可以这么说 没有地圣权 我们这博城啊 顶多就是一个乡镇 守卫长梁冰 席地而坐 脸上带着几分悠然地说道 追溯秦朝 那不得有两千多年得历史啊 那位上任不久得守卫王同莲 惊叹道 可不是 只要不是资质蠢的 无可救药的魔法师 在里面修炼啊 一个小时 就顶平日里三天的修炼速度 梁冰脸上不由地流露出几分神望 梁卫长 可是我们博城少数进入过地圣权的人 一旁另外一名守卫说道 梁冰点了点头 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那里享受的七天时间 对于真正渴望强大力量的人来说 那里比美女成群 任你七天蹂躏 还更爽的事情 第九十章 蓝色警戒 况且 能够达到中间魔法师级别 这地圣权有很大的功劳 甚至于长期在这里守护 哪怕隔着一层拥有静止的门 或多或少都能够得到一些滋样 否则一个堂堂中间魔法师 怎么会愿意待在这地下 梁卫长 那个被巨眼星鼠挖开的洞穴通道 我们找到了 那条洞穴隧道 好像很深的样子 我们暂时不敢 探入太深 英姿萨爽 穿着守卫制服的女守卫说道 女守卫美眸 自带一股子阴气 再加上那乳白色的修身制服 似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和诱惑 林语心腹卫长 您太多虑了 巨眼星鼠在城市内 还是常见的生物 他们通过错综复杂的城市地下排水道 挖到这里来也是偶然的事情 那位新来的守卫 王同莲说道 林语心眉带一皱 显然很不喜欢王同莲这份散漫 魔法协会那边 已经派人查过了 没有什么异样 你放心便好 梁卫长笑着说道 林语心只是点了点头 显然并没有因为这句话松懈下来 我到外面看看 林语心说完 就带着四名守卫离开了 众人看着林语心那翘 囤背影 不由地摇了摇头 自从林语心的妹妹失踪后 很少能够看见她的笑容了 唉 她妹妹的尸骨至今没有找到 好好的一个中学生说 没了就没了 梁冰叹了一口气道 听说也是巨眼新属干的 或许吧 谁知道呢 林语心副卫长走出了地厅之后 仍旧心事重重 一年前妹妹出世后 她就不停地搜寻着巨眼新属 甚至多次进入到巨眼新属 在博城地下世界留下的洞穴之中 尽管魔法协会那边 已经有人去探查过了 林语心还是不死心 没有见到尸体 她是不愿意相信 自己最疼爱的妹妹 就那样从这个世界蒸发掉的 就在昨天 林语心在巨眼新属 挖开的洞穴之中 找到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东西 那是一滩水 地下道里有水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别人看来 绝对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可是在水系魔法试验中 那绝对不是普通的一滩水 准确地说 它有一些像地圣泉的水 地圣泉的水 为何会在地下通道里 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 地圣泉在那样保护之下 连一滴都极其珍贵 可在自己检查过的地下通道内 它们像污水一样 散在泥潭里 任由那些臭老鼠 蟑螂吸食 带着这个疑惑 林语心特意将那些水质 给了专门对物质 做研究的药剂师做研究 那位魔法协会的药剂师 告诉自己 今天就会有答案 林语心走到了无人之处 看看时间差不多 于是拨通了那位 魔法协会药剂师的电话 怎么样 检测出那是什么吗 林语心询问道 她不是地圣泉 那位药剂师沉着声音说道 我也觉得 林语心点了点头 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不过 她除了功效有些特别之外 其他地方几乎和地圣泉一致 那位药剂师说道 什么意思 这世界上 还可能找出第二个地圣泉吗 林语心很是疑惑 地圣泉是天地灵泉 自身纯净不说 可以带给修炼者和妖魔 非常大的滋补 而这与地圣泉很相似的水 同样是特殊环境下孕育而生 它其实也存在着短时间内 促进修炼者和生物实力的效果 区别在于 这水更像是一种兴奋剂 以疯狂吸食生物体内营养 能量为代价 让生物变得非常疯狂 变得没有理智 那位药剂师认真地说道 林语心微微一愣 她可从没有听说过 这世界上还有这种水 难道说 就是这种水 导致了原本一直猥琐胆小的巨眼星鼠 跑出来祸害人命 还有一件事 但愿是我想多了 药剂师言语忽然严肃了很多 什么事 这污水 若是不直接饮用的话 其实可以和地圣拳 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至少一天之内 无法查出两者的异样 药剂师说道 林语心浑身莫名的一阵 发了 以假乱真 这种污水 莫名的出现在巨眼星鼠 挖开的洞穴中 而一年前正有巨眼星鼠 险些挖入地圣拳位置 这是巧合吗 可能是巧合 林语心自己都不太相信的江啸 但愿吧 要下大雨了 我去银帽大厦接你吧 你应该没带伞 那位药剂师说道 我一个水系魔法师 还需要伞吗 林语心说道 好吧 晚上一起吃个饭 要看守地圣拳 好吧 林语心眉头紧锁地挂掉了电话 心中却有很多很多的疑虑 雪峰山驿站 一辆白色发挥的皮卡车 颠簸地爬上了雪峰山小寨之中 刚入了驿站 暴雨骤然洒落 来得飞快 一下子 整片山岭就被绵绵的雨幕所笼罩着 橙色的雾气 在远处的山峰中显现 差点这批货就废了 还好我及时赶到 墨家兴从车上跳了下来 心有余悸地看着外面的大雨 这雨怎么有颜色的呀 好奇怪 驿站里有一些老猎人说道 像尿色 另一名猎法师笑道 墨家兴从他们身边走过 笑着和几位熟人打招呼 听他们说雨很奇怪 不由地看了一眼 这被雨连遮蔽了的天幕 别说 这雨还真浑浊 驿站一切如常 守着北面关卡的人士 掌空的直属部下 万段风 万段风是千人团军长 中阶的吐戏法师 论防守这个博城 没有人比他更出色 万段风穿着一件 皮质格雨的连体缩衣 站在雨幕中的他 自有一股威严与庄重 他的目光 注视着远处被大雨浇灌的山林 忽然从一座 山岳的后方 一道明媚的光团 冲破了橙黄色的雨 在晦暗不明的半空中 发出了一道微弱的光 光耀 万段风瞪大了眼睛 神色一下子沉了下去 光耀是光法师的初阶技能 在军法师里面 光系法师作用很大 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和位置 这光耀导和比较原始的信号弹 类似 妖魔们对这种这种光是 没有感知力的 而如果用眼睛去注视的话 很容易对他们眼睛造成灼伤 在任何其他科技设备传递信息 都宛如向周围妖魔 发送了一个GPS定位点的年代里 这种光耀反倒成为了驱逐妖魔 和传递信号的一种特别方式 千军长 那 那是警戒信号 三队 他们为什么让我们拉响警戒 难不成有妖魔流窜吗 一旁的军法师说道 话音刚落 又是一道光耀滑破了远处的羽目 这一次更加鲜明 这一刻 所有守在关卡位置的军法师 都愣住了 两道耀光 蓝色警戒